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出明亮来 首先我们来看清肝气 中医强调春季养肝 人体内的肝气在清明之际会达到顶峰 此时如果肝气过剩 则会影响脾胃 造成情绪失调 气血运行不畅 从而引发多种疾病 所以清明时节一定要清肝气 而肝开窍于目 清除过剩的肝气 眼睛自然更加明亮 此时我们可以选择具有疏散风热 清肝明目的菊花茶饮用 不但可以养肝力胆 疏通经脉 还可以借此将一个冬季寄存在我们体内的寒血散发出去 其次我们还要清心气 清明扫墓 容易使人悲伤 情绪低落 最终造成心气的不顺 如果心气不顺的话 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疾病 抑郁 焦虑等等精神疾患 所以清明时期要注重清心气 清明是万物生长的季节 要想心静畅达 可以通过户外散步 慢跑等方式来清静心气 达到愉悦身心的目的 第三 清肠胃 要长寿就要先长寿 调查显示 长寿的老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肠胃都非常好 而肠胃是最容易堆积毒素的地方 清清肠胃 给身体排排毒 对身体健康当然是很有帮助 台湾的《康健》杂志推荐了食物中的七大肠道清洁高手 分别是西兰花 洋葱 大蒜 豆类 海带 黑木耳和颧骨食物 第四 清肺气 清明前后 往往天气忽冷忽热 阴晴不定 流感等传扇疾病高法 此时要注意养肺 清肺气 清明前后是踏青的好时节 不妨多到公园 河边这些地方走走 呼吸呼吸 新鲜空气 并适当的运动 给自己的肺脏换换气 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最后一点 清血管 血管遍布人体的全身 对每个人都非常重要 美国的心脏病专家总结了六大血管清道夫 能帮我们快速有效地扫除血管的垃圾 它们分别是苹果 葡萄 燕麦 豆类 绿茶和坚果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 建议您分享 想第一时间观看老安更新的养生内容 请点击订阅按钮 同时请点一下右边的小铃铛 这就是您对老安最大的支持 科学养生 关注老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